我是東海社工剛畢業的學生 然後對這個議題有關注 是因為之前我辦了一個很小的活動 然後剛好有一些法輪功的成員來參加 然後還有一個中國的交換生 那結束之後 當他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中國交換生的那個立場 我自己在聽來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插進去 然後在我聽來是 他們其實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也不覺得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對 那我猜想這一定不是只有一個交換生 才會有的一個立場或是思考 那我想問的是說 那當這些紀錄片或者是證據出現的時候 在你們推動在 比如說在中國大陸那邊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 那個朱律師你好 我是高中的公民老師 然後我比較好奇的是現在 剛剛律師有稍微去提告說一點關於台灣 就是針對這個器官修法的這個問題 那我會比較想要好奇說台灣的這些修法的詳細情形 那我不太確定說台灣的政府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會想要去看一下說台灣 那我會想要去看一下說台灣 假設今天政府知道他有沒有再去想辦法去做一些改變之類的 謝謝 好 謝謝這兩位喔 朋友 因為我應該先這樣講喔 事實上我跟這部電影當中的 看起來帥帥的那個德國的醫生喔 我們一起編了一本書 那這本書的話是18個19個作者 義務的不拿任何一毛錢的 來自於歐美亞 我們來講為什麼會有活摘器官 我們從媒體法律醫學社會經濟七個層面來談 結果這場對於法輪功的迫害 包括活摘器官的話 不是法輪功學員的人 到底怎麼樣看 那針對今天呢來提問的前三名 我會選送書喔 簽名書 在我回答問題之前 其實你們的問題都非常好 第一個問題我真的謝謝你的問題 因為這幫我去 讓我有機會補這一塊 我跟你講中國人當時 包括我們在大學喔 乍聽之下 我碰到最激烈的一個場面 就是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 對不起 我是世界的罪人 我跟大家道歉 然後我們就很平心靜氣的跟他講 中國不等於中共 中共不等於中國 中共幹的事情 不能算在所有中國人的頭上 因為他們很多80年90年代生的孩子 出生的孩子 連六四都不知道 法輪功事情根本不知道 因為完全被封鎖 這名膽字眼 所以他乍聽之下 你說我的政府 竟然參與了一個 反人類的暴行 他第一個感覺 有時候是很震撼的 他有兩個反應 第一個是崩潰 就是他完全相信 因為他爸曾跟他講 共產黨有多可怕 所以他相信 可是他從來 因為他從來不知道 他乍聽之下他很難過 第二個的話 就極力否認 所以你們不要搞宣傳了 就把中共洗腦那一部分 來做抵觸 那時候我們都很心平氣和的講說 我們希望你 在心平氣和的 看看這些證據資料 還有一些書籍 看看這些東西是法輪功學員捏造出來的 還是客觀的證據 然後歐美議會的議員 他們不是法輪功學員 那些醫生也不是法輪功學員 這不是一個單方面捏造證據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要幫助陸生 很可惜陸生最近又比較少來 其實我們最希望的就是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最大的善念跟作用 就是幫助中國走向民主法治 剛才總理兄會這樣講 就是說 對 我們要關懷其他的國家 可是中國實在是 比起其他國家太接近了 一個小時的飛機就到了 沒有自由的中國 中國不會有和平安全的台灣 中國不自由 台灣不可能和平跟安全 一天到晚派人來統戰 你看到101門口 那種搖五星旗刀罵人的 社會各個階層的滲透 對不對 製造對立跟衝突 這個政權幹了多少壞事 我每次在演講的時候 我都會問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我問了50遍以上 可沒有人能夠回答我 多半都保持沉默 今天我試試看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哪個同學或哪個年輕朋友 或哪個老師 能夠保證 保證一件事情 或者給我一個事實 今天 中共用在自己國民 和法輪功學員身上的 所有的手段 你保證它不會用在我們台灣人 跟其他的國家個人和民族團體的身上 隔壁的鄰居在寧虐他家的小孩 他跑到你家來敲門說 我會善待你家的孩子 你相信嗎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事實 這些對於法輪功學員 這個不要掙錢的修煉團體 還有民主人士 那些人的這些殘酷手段 一輩子都不可能用在我們台灣人身上 沒有人能回答對不對 雖然的話我們說 我們與其講說 幫助中國走向民主自由 還不如說 我們是在幫助台灣的和平安全 這個政權實在是 對自己的人民都能下狠手 對不對 剛才修法的問題 其實那個是可以寫連續劇了 我們一開始要遵促修法的時候 國民黨是一直在立黨的 因為他覺得你們一定會談到活摘器官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跑到衛生署去找邱文達 那時候邱署長 然後呢我們就把 他因為他政府的主管機關嘛 我們就放影片給他看 那時候還沒有活摘影片 是另外一個八分鐘影片 然後我們送他兩個大位的書 後來他就講說 好吧 如果有立法委員願意提案的話 我們兩方面再來協商 後來我就搞出了一個草案出來 那這個草案有幾個精神 第一個的話就是 你到中國大陸做器官移植的話 你回來後必須要報備 就是說你在任何國家做境外移植的話 很奇怪喔 在台灣做這個器官移植 包括器官移植的種類 手術的醫生 醫院 都要寫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你跑到中國去回來領健保 你竟然可以不要報告耶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把它修進去 以色列有一條立法 就是說如果你到境外 器官來源不明的國家 他們那邊呢 是被WHO和TTS認為是 器官來源不明的國家做移植的話 回來以色列不能享有健保 跟任何保險公司的給付 這條沒有通過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我們剛才講 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 非法取得器官 仲介器官 提供器官的話 處這個刑法 然後呢我們就跟 我就簡短的講 然後我們就 大戰 然後請了什麼 健保署啊 衛福部啊 然後委員啊 來這樣子 後來好不容易達成了差不多共識 然後國民黨不排上 程序委員會 那後來田秋菁委員就叫我 在自由時報寫一篇文章 然後他呢也在立法院發聲 後來的話終於排上了 排上之後 國民黨那些多數黨 還是不肯同意 所以的話我們再去找 醫事室的司長 王中心 王司長 再跟他講說能不能去 再找國民黨找出來 再談一談 最後的話 成了亞洲非常好的一個立法 最後出來的版本 我們目前為止是 覺得非常不錯的 可是同學們或朋友 你會問說 好 那你禁止了器官移植旅遊 那我要器官 現在台灣不夠怎麼辦 對不對 你們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在國際的標準上面來講 有個叫自給自足的標準 我們本來要把修道法裡面去 可是呢 反而大家都在擋 你知道為什麼 伊斯坦寶宣言講 器官移植不要以靈為禍 要自己自足 就是 鼓勵自己的國家的人 來捐器官 不要跑到其他國家去捐 所以要擴大 捐贈的範圍 包括五精等變成三精等 現在這個有擴大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如果你捐器官的話 以後你需要器官 或家人需要器官的話 優先順序往上調 你可以優先得到器官 就獎勵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推定同意 那推定同意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說你要答應捐贈 可是如果你沒有說你不願意 就等於推定你同意 這新加坡的立法規定 那第四種的話就是 家人可以幫你同意 就家人可以幫你同意 結果還有第五種 上海有第五種 那個是民進兩黨都不願意的 國民黨都不願意的 就叫情感連結 美國有個情感連結 就是我跟你非親非故 我就是想要捐贈給你OK嗎 我就是想要捐給你 我大愛 我就從加州 我要給你紐約的你 因為我看到網路上面 你很可憐 美國可以喔 台灣不行話說 這個太先進了 一定會造成更多的器官買賣 表面上是同情你 私底下是賣給你 那變富人去買窮人的器官 那大家都來同情富人 所以他們絕對不願意 可是在美國有這樣子的例子 剛才鍾理兄 一開始就提到死刑犯的問題 死刑犯問題這次也有修法 可是很好笑 就是說他不願意修到法裡面 他只是廢除了執行死刑規則當中 死刑犯的捐贈 在我們國家很多 包括長庚醫院 台大醫院 已經不願意用死刑犯的器官 可是呢 王中熙司長是說 我的英文名叫Therisa 他說Therisa如果我們修到裡面去說 不再用死刑犯器官很丟人耶 就好像說 你看其他國家 都沒有這樣寫說 不要用死刑犯器官 就是不要用死刑犯器官 是器官移植倫理的標準 包括世界醫治醫學會 都不可以用死刑犯的器官 那為什麼我們要收到法裡面 我說因為其他國家沒有死刑犯 我們有死刑犯 所以的話 如果你死刑不廢除的話 你就要寫進去 他說那我就不要 那寫在哪裡 寫在說明裡面 寫在那個執行死刑的規則當中 拿掉那個捐獻的部分 那為什麼死刑犯不能捐 台灣人一直都搞不清楚 他有大礙啊 他想彌補過錯啊 你們又缺器官 你們又要禁止死刑犯器官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很多民眾他會這樣問 那為什麼它是一個移植倫理的標準呢 就是因為呢 所有的捐贈一定 約是自己的器官 一定要有一個 他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下 他願意捐器官 那世界歐美國家 重視人權的 相對重視人權 他認為一個死刑犯 在那樣子的一個被囚禁的環境 有的時候他預補說 嘿你要不要捐器官 所以他不是在自願的情況下 可能就有一個人威脅他 可能十個死刑犯當中 九個都是自願的 可有一個可能被威脅 對於倫理標準來講 也不要有那一個產生 所以就不要 可美國呢很絕 美國有死刑對不對 其他有些州是有死刑 然後他們不用死刑犯的器官 引起世界醫學界 渲染大波 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不用死刑犯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死刑犯 沒有得到充分的知情同意 所以他們覺得死刑犯的DNA 有犯罪因子 所以不用他的器官 對就變歧視 discrimination 所以就引起很大的爭議 然後美國就shut up 就不說了 對 可是你去看那個醫學雜誌的話 他們講說 他們DNA用他的心臟 製造另外一個囚犯 make no sense 當然有一些少數的醫學的倫理雜誌說 贊成 贊成死刑 用死刑犯器官 就對抗那個 歧視的 好 我覺得我應該大概回答了 好 謝謝 還有一本看誰還要問 好 還沒有人有問題要提問 這邊一位 還沒有 這邊一位 還有嗎 最後一輪了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好 就兩位 不好意思喔 那剛剛有講說就是希望就是這個 這個一個座談會 然後就是 我們一般民眾可以做的 大概就是宣傳嘛 那我想問一下 對於我們這些專業醫療人員 就是我們本身是醫師的 不知道有沒有希望 可以提供哪方面的協助 這邊還有一位 這個一聽起來就是有大礙喔 朱醫師我先讓這一位先提問 好 請說 因為 大部分 我也大概 我在新竹的時候 也大概 就是他提到那個 中 中 對 那時候 他好像是駐竹北 也類似這樣的分享 但是 如果就一個比較中性的 當 器官 我先請教一個問題就是 像 比如說 我現在需要器官啦 那我現在如果 一顆心臟 我如果從 非洲來的心臟 或者是從印度來的心臟 那 是不是 在台灣 他應該沒有所謂的 種族 就是 不同人種 他就不可以互相移植喔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像 非洲或者是印度 因為他人口相對的是 可能相對 可能也是 中國那樣子的一個 模型啊 但是 你們有去 比較就是說 呃 相 相較這幾個地方啊 他是不是 其實 在那麼多人口底下 他的確 或者是 這種階級 他還 也是會有這種 活災器官的狀況 那 因為如果 呃 如果就 所謂的 呃 這個脈絡 某一個脈絡 就是 每次我 呃遇到 這樣子的一個 分享 可能就會變成說 法輪功 中國 那 呃 呃 自由中國 就變成 被某一種 載化成一種 政治 政治的一種 呃 呃 這種面向 所以我比較想好奇 從這個 呃 單就這個 器官買賣的 這個東西啊 有去比較這些 地方嗎 就是 或許 呃 或許非洲 比中國更嚴重 或者是印度 只是 沒有人去 呃 比較揭露 這些問題 是 我想知道 有人 去做這樣子的 對 好 我先回答一下子 其實非洲跟印度來講的話呢 WHO他們有去做一些了解 我先講 我要先開宗明義講一個東西 取人器官和強摘 那不是政治問題 那是殺人的人權問題 所以它不是一個 載化成一個政治問題 今天 就算一個法輪功學員 一個維吾爾族 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被活摘 更不要講大面積的活摘 所以它不 今天只是在講 它的確是一個 法輪功學員成了一個最大的 供應庫的原因 為世紀大屠殺的一個 供體的來源 可並不是說活摘 只是針對法輪功學員 任何人都不應該被活摘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關於非洲跟印度呢 它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語言上的現實 第二個的話 我們確實知道ISIS 你知道ISIS 醫生也幫進行活摘 你知道嗎 所以當時ICC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就趕快飛到 那個檢察官就趕快飛到附近 去調查這個事 我們當時就在想說 中國的我們講了那麼多年 你怎麼不飛去看看 為什麼 就是你講了後面那句話 他們還是怕強權 因為ISIS 已經變成全世界都很唾棄的 所以他們碰到中共的話 他們就 你懂我意思 碰到ISIS 那個醫生活摘的話 他們就去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拿那個新聞說 你們不是應該要動作 他們說 你們還要多找一些機關好了 所以我們打算要去國際刑事法庭 因為台北律師公會 還有台灣的17個縣市 都通過了 反對中共活摘器官的決議 那目前的話 全球的話 已經有220萬的簽名 所以我們就要不斷地去撞擊 那個國際的司法系統的問題 所以的話你剛剛說 一個語言上面的限制 而且真的有人 take care 他們 因為非洲的群體滅絕是很多的 genocide 一下一個村就沒了 對不對 一下誰都都就沒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是人權 這個理事會一直很關心的地方 是有人關心的 反而是遙遠的東方 跟我們很近的 人口很多的 死了很多的 這個事情不被報道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非常 很用力地在做這一塊 你說那個加拿大人 在萬里之外 他幹嘛去躺這趟渾水 不是的 這是因為這是人類的 一個反人類罪行 每個人都不能容忍的 就算猶太人 滅了600萬猶太人 我是台灣人 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因為他的那個罪行 是世界上面 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 才發展出了群體滅絕罪 跟反人類罪 世界上很抱歉 很多國際人權的罪行 都是先有犯罪事實的存在 另外才開始制定法律 然後去管這些罪行 可是往往呢 已經犧牲掉很多很多的人了 對 非洲和印度的話 印度的話 其實他們賣的人比較多 活摘的話 就我們所了解 因為我跟印度的人權委員 會有聯繫 他們就說他們還沒聽過了 可是呢 賣的人很多 就 可是他們現在又慢慢有錢了 可是他那個種族階層 你知道 我去過印度好幾次 我去過印度好幾次 他的種族階層很差 目前還有 我順便舉個例子 我到那個VIP家裡頭 他們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仆人啊 那個仆人擦地板 他的身高 他要跪在馬 那個地上擦地板 他的身高啊 不能高過那個茶几 他就一路爬出去 我就再也不去那個VIP家裡了 因為他的階層就是那樣 所以他進到主人的那個房間裡來的時候 他的 他就跪了進來 第一身那樣的 瀑布前進去擦東西 擦完他就走 我就覺得奇怪 他們都沒有站起來 後來他們就告訴我 因為他的身份就這樣 那我們雖然內心有所不滿 可是人家國家的 那個總性 就是那個階級制度 所以印度有些東西 我們是搞不清楚的 憑良心講 除非你深入到他的那個文化當中 這個醫師剛才所提到的 提到的很好 包括在台南 還有很多的醫院啊 現在的話都在放活摘影片 因為醫院裡頭有這個所謂的 倫理 倫理委員會 所以的話如果您願意的話 可以跟你們 如果是大醫院的話 跟倫理委員會講一講 我們可以去放這個活摘的影片 我們這邊有這個台灣國際器官 關懷協會的志工 他今天帶來很多期刊 希望大家到時候一定跟他拿一份期刊 可以跟我們志工聯絡 好不好 然後醫療人員的話呢 能夠去在 倫理委員會的協助之下來放 我們就非常願意 而且我們會有些細緻的談 因為各位知道 你光看影片有的時候 他又講英文又很快 對不對 然後你又第一次聽到 有的時候可能有些東西 不是很好消化 所以的話我們在利用這個 會後的一些交流的時間 會談的比較深入 否則的話有時候你看完之後就說 喔喔 有這樣的一件事 可是到底 器官移植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凝視了醫生還好 有些人根本就是不知道 對 像我們是因為搞了十年 才知道說 喔原來是 Mega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賺錢的 可以這樣子殺人來賺錢 太可怕了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位 好不好 有嗎 對 有沒有 需要最後一位要提問的 有沒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現在這邊 因為我們時間上的關係 我必須在九點半之前 來結束我們今天的哲舞 那我想我們還是要 真的還是要再次 感謝我們朱律師的分享 好不好 謝謝